蔡景隆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处理。请黄文宁委员发言。 医院评件制度将医院之人力视为必要条件,但未深属之评件却仅看评件当日之暂床率,并未彻底落实既定之评件标准,导致医院为了符合评件标准,往往在评件前减受病人降低暂床率,在医护人员不变的情况下暂时符合评件的标准,评件结束后又开始加收病人。 此外,在医护人员不足的情况之下,医院单位为了要医院评件仍需要缴交这个会议记录及教学记录等以供查核使得人力更行捉襟建筑,形成恶性循环,对此原要求卫生署检讨改善医院评件制度,并向本院提出说明是否有当,请公决。 本院委员黄文林、陈欧博、黄伟哲、林嘉隆、吴玉仁等26人提案,做如下决议。 安静